继续十点不一样 精选要带您来关注行政院拍板 明年基本工资上调4.05% 月薪从26400调升到27470 而时薪也从176元调升到183 但对于不是零底薪的来工来说 还是很无感 那我们的话就是用左手帮我抽出三张牌 32岁的上班族Ann在金融业工作 现在只要飞上班日 就会兼差帮人算塔罗牌 增加一点额外收入 月领三万多 积极发展斜杠技能培养第二专长 其实薪资上面对于生活来说 其实就是很打拼 他也没办法说存到非常多的钱 那也没办法说就是像是买房子 或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旅行 或是娱乐这样子 所以才会想说去做一个斜杠的动作 就是说可以增加自己不同的技能 然后去学习更多 然后增加自己的收入这样 面临通膨冲击 让上班族荷包大缩税 即便劳动部拍板 明年基本工资 月薪调升至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元 调涨百分之四点零五 但多数领月薪的劳工 依旧很无感 政府它是调完基本工资 但是并不是调 就是企业不一定会跟着 基本薪资调涨 但相对我们承受压力 就是会面临到说 就是可能物价一直调涨 我们还是领一样的薪水 但是又没办法就是说可以买到跟以前买到一样的东西 基本工资连八升 让打工族这几年加薪不少 时薪上调至一百八十三元 调幅近百分之四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 宁愿多花点时间找兼差工作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打工五个小时 那我可以换取到将近快要一千块的收入 那我觉得还不错 公司有时候都有在缩减一些成本 所以我就自己去外面去找一些打工 一般的这个上班族 其实都已经领超过三万块以上的 对于这个基本工资的调涨 很多上班族都是比较无感的 反而是因为基本工资的调高 被这个转价成本 所以你的外食费会跟着这个基本工资的调高而增加 基本薪资年年调涨 但扣掉物价指数后 多数劳工的实质所得几乎零成长 人力银行就做了一份调查 2023年63个产业 整体平均月薪约四万五 年增百分之二点六 但以今年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比去年同期上涨百分之二点五 几乎追凭同期的薪资涨幅 等于说过去一年 整体实质薪资仅竞增百分之零点一 目前调涨的不管是这个实薪或是基本工资 好像跟同伴去互相抵消之后 好像实质效益并不高 调整的部分来讲 上班族可能有感度并不高了 北中南的薪资已经渐渐拉平的状况之下 那如果说能够在薪资的调整上面 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业的时候 我想对于企业体在延览人才上面 应该会有比较正面的效应 物价上涨不度 才是我们现在实际的要处理的问题 调高基本工资是直接受惠的劳工 是低薪的劳工 部分的低薪劳工 但是我们除了低薪劳工以外 还有广大的劳工朋友 也是要有其他的方法来努力 包括企业跟政府 全球权威企业人力咨询机构 在2020年就公布了一份亚太地区的薪资排名 台湾在15个国家中 总薪资不但排在后段班 固定薪资更落后越南 位居第10名 需要加上奖金才能超越 更可以看到 台湾越高阶的主管 领得固定薪资相对越低 加薪率常年低于邻近国家 恐怕未来东南亚的外籍劳工 也不见得会想来台湾工作 拉长10年来看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 它崛起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台湾的薪水 早就跟北京跟上海有差距了 那现在目前 包括东南亚的国家 不管是这个马来西亚 或说印尼 或是说整个越南的薪资的崛起 那确实也带动了 当地的白领薪水的 这个往上提升 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越南 事实上很多的外商 已经到越南去布局了 所以当然外商投入的 这个国家里面 当然薪水就会良极化 那确实是有很多越南白领的薪水 事实上已经非常高了 想要扭转低薪困境 单靠基本工资调涨成效有限 台湾整体薪资 若迟迟无法提高竞争力 当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出手 抢财的同时 我国人才只出不进 也将不利经济发展 TVBS新闻 李国正 李伟华 刘炼轩 台北采访报道 选举年到了各种补贴支票 满天飞国库的压力越来越沉重 行政院日前拍板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明年度岁出跟岁入预估都双双创下新高 找来专家学者背书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副总统赖清德 第一场国阵愿景发表会 抛出0到22岁大力多 投资下一代等于投资国家未来 赖清德破话蓝图 预计0到2岁 育儿津贴将砸39亿 高中值免学费 缩短公司立大学学费差距需要219亿 加上百亿青年圆梦基金 最主要的裁员恐怕还是国库 眼看花钱的明目 包括前瞻预算 武器采购越来越多 中央政府总预算113年度岁出 上看2兆8818亿 佳季必须偿还的债务 整体来到2兆9968亿 逼近3兆打官 对比蔡政府刚上任时的岁出 1兆9980亿 撒钱的手笔相当惊人 要花的钱变多 因此明年的税收预估 也得大幅增加 财政部估算 由于股市热络 明年的证交税 渴望从今年的1551亿 大幅增加535亿 来到2087亿 同时受惠于亿后复苏 营业税也将从今年的2698亿 增加577亿 上看3275亿元 但在野党批评 政府是须增课税收入 玩数字游戏 这个税入多边 那你可以花的钱就多了 那所以现在大家讲的 这个不管是他学费的补贴 还有青年就业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预算的增加 都来自于他已经预估的农景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 明年为什么税出会增加一部分 也是国防预算也增加 因为营业税 它的税都会跟经济成长率联动 那明年经济成长率大概3%左右 但是它竟然编了21.4的成长率 所以这两个税收 虚编了将近1000亿 证交税 营业税大幅增加 拉抬明年度 税入预估 比今年多1296亿 增幅5% 整体来到2兆7092亿 学者陈国良认为 这或许与过去几年的 超增争议 脱离不了关系 可能背后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一直被骂 过去9年有8年税收是超增 OK 那当初为什么在编税的时候 编那么低 那导致最后的结果是超增 那所以今年我们在估税的时候 或许就拉宽一点 然后稍微乐观一点 但是也不能够明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因为如果明讲的话 就代表说 那过去真的是低估 税入税出 在编异算的时候 这个差额应该立入要举债 但是现在蔡政府把税入虚增了 他举债 账面上举债的额度就少了 那真正到时候 整个税收短收的话 他得要因应 他得要去临时调度 因为我们现在控管的 都是一年以上的长期债务 那你的调度就是一年以内的债务 就不会产生在政府的债务 一个身上 跟人民收多少税 国家才能用多少钱 最怕的是税收少于预估值 出现赤字黑洞 令人担心的是 原本政府还有5908亿的税计剩余 经过这几年的挪用 像是买武器 防疫振兴纾困 零零总总 七折八扣后 现在只剩30亿亿 等于可周转的钱又更少了 那根据一到七月的数字来看 其实是有些微的超增 那超增的幅度应该不是一项去年 总共进额到五千多亿 可是我觉得两千亿 两千亿到三千亿 还是很有可能 学者点出 拉高明年税收估值 或许能减少超增争议 但今年仍得面对还税渔民压力 就看政府如何接招 TV别新闻 谢贤熙 戴源利台北报道 娃娃机店热潮持续 全台店家规模突破万家 甚至比超厢龙头的六千七百家还多 年成长率比近19% 低人力低成本经营 吸引不少业者 盯着眼前的娃娃 不论用夹的 用剥的 就是要把它弄进洞口 这是大街小巷常见的娃娃机台 摆设在路面 民众有兴趣就走进来 投币抓娃娃 几乎一个礼拜两三次都有 有经过就夹 有经过就夹 一次都会先换100 100块 然后去这样逛这个店家 然后了解这个店家的环境 夹娃娃夹出心得 平均100就能夹到一只 有夹娃娃习惯的民众 习惯到各店店铺机台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除了娃娃之外 3C产品甚至是生活大小物 娃娃机都能夹 越盛行 尤其像这种大商圈这种 一起让台湾的这样经济 跟一些 就是让人流 越来越热闹 路过一条街 就会看到有好几家 就是会夹给女朋友这样 娃娃机店越来越多 可以看到在大型商圈 这样的娃娃机店铺也跟着增加 因为低成本的经营 也让这样的一个经营方式 越来越风行 娃娃机台大举入京商圈 业者表示 光是在西门宁这一块 至少有20家以上的娃娃机店铺 从1977年台湾第一台 娃娃机问世以来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年产值独破百亿 光是今年上半年 全台新增840间 年成长率达到18.5% 创下五年同期新高 娃娃机店铺近万件的规模 已经比全台670多家的超商还要多 之前的趋势是已经 娃娃机大家都会觉得说 带家长来 家长带小朋友来会觉得 怎么都夹不到你这样骗钱 但其实现在娃娃机改变的趋势 像是零食厂 就大家都在夹零食 小零食小饼干 回家也消化得了这样子 年纪轻轻的小许 经营娃娃机台已有五年时间 和另外两位朋友合资 约一百多万 在西门町开娃娃机台 收入稳定 业者表示 经营娃娃机台人力成本较低 整体营收比经营餐饮业 来得更有效益 是好赚 只是也有辛苦的地方 不能说就把商品丢进去 这种很多小细节都要顾虑 娃娃机的数据就大同小异 台湾的话就是爪力 然后跟防甩片 就是娃娃机上面这一片 去做调整 要看每一家店家要去如何设定 分析娃娃机台兴起原因 主要是因为需求人力减少 加上娃娃机台多元 产品生活化 以及不需要过多的空间 加上机台分租 装潢也简单 娃娃机的资本额中位数 只要8万元 不到全国店面资本额中位数 20万元的一半 比起餐饮业可能会产生的油烟 房东更喜欢租给经营 娃娃机的业者 类似这种做二房东的一个经营模式的一个夹娃娃机店的方式 似乎有一些改变 现在比较常见的 就是它的一个场域的规模都比较偏大 那同时它可能有单一一个厂主 那同时它身兼台主这样子一个经营方式 那想办法把这个厂子搞得更热闹 吸引更多人来家 但娃娃机大局入侵热门商圈也敲起了警讯 疫情之后店铺出租不落以往 大多数都是娃娃机店铺 无形中也意味着商圈的落寞 专家分析未来可能需要更多样化的店面 长期进驻经营 才是振兴商圈经济的根本之道 全家人在这个场域里面 夹娃娃机店可以夹得开心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其实在夹娃娃机整个产业来讲 其实是有一些些新的玩法跟变化 那同时在整体景气呈现外的内热的状况之下 这种同伴经济 在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些 这种展店的一个商机存在 娃娃机台掀起热潮 但背后隐藏的商圈要貌改变 如何振兴 如何调整 热门商圈的经济天平 巧巧变化 TVA新闻 英华来明 台北财报报导 在医学上过去数前 讨论都是运用平面的影像 像是电脑断层或核磁共振 不论是跨科的手术 或者是跟家属沟通都不容易 但现在技术的进步 台大医院跟血学界 共同开发元宇宙手术的模拟平台 那这个纤维酿流 它一般对于化学治疗 放射线治疗 都没有效 那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是手术治疗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核磁共振 一颗直径5.1公分的纤维酿流 侵犯到病患右侧 第一至第三根肋骨 手术方式 不论从正面或是背面 都存在不同困难点 尤其医疗团队讨论也不容易 希望要改善的就是这个 背上VR设备进入元宇宙 大萤幕投放出来的3D影像 正是这位病患肿瘤的位置 让术前会议更容易理解 这个病人我们在术前就决定 我们要从前面 把锁骨拨开 然后要把神经跟血管先找出 过去只能透过电脑断层 或是核磁共振的影像 进行跨科别的讨论 但沟通不易 之后又加入3D列印方式 将病患需要被治疗的部位 制作出来 但要等待两周的时间 花费数十万元 不适合急重症患者 也不见得人人都能负担 而且模型无法切割还原 只能使用一次 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国科会 跟广达公司 这个是一个产学合作的计划 那主要就是希望说 针对于这种特别困难 高难度跨科别的手术 能够做一个术前的模拟 目前我们已经有制作四个病人 除了这位病人是一个很困难的 胸壁的肿瘤 那我们的第二个病人 他是属于一个中隔腔 一个叫做肋癌 他是整个心脏血管全部都被肿瘤包住了 他们这个时候家属就会说 他们就会了解说 哇 原来这么大 然后他们也可以了解 哇 原来这个相对位置 哇 原来靠这些东西这么近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比较能够 一起跟我们讨论 听得懂我们说 我们开到大概会这样子开 一边是虚拟实境中的器官位置 一边则是患者的电脑断层检查影像 画面不只能同步 还可以依照手术计划 任意翻转进行解释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教学上 他会有他的就是功能这样子 那第一个就是说 他可以跨越就是这个时空 那比方说像这样困难的case 那可能就是 常常可能只有在大医院有 或甚至只有在台大有 那但是其他的医学生 他如果要学习像这样困难的case的时候呢 那他可能就会受限于这个 呃 城乡的差距 比方说北部南部的差距 这套元宇宙手术模拟平台 不只让医疗团队合作更顺畅 病患家属也能容易理解手术风险 甚至不用到场 透过QR Code就可以一起讨论 影像呈现让所有人都能清除手术计划 避免认知上的差异造成误解 他可以根据每一个病人 他不同的肿瘤的位置 然后解剖的构造 那做出一个就是个人化的模型 那这样学生就是在学习上 就是也可以就不会受限于 他只是看到一个就是教科书式的标准模型 他可以学习到更多人的这个case 有些时候老师想要看着这个图片 他想跟我们讲里面 往里面走 往里面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用平面的图像就抽到很大的限制 在教学上其实也是一大突破 过去立体感在学生脑海中 往往必须靠想象力呈现出来 可能造成教学阻碍 大体老师的解剖课机会也少之又少 目前许多医院也朝虚拟实境技术迈进 科技的进步让元宇宙成功应用在医学 也找到了教学上医病间 甚至医疗团队的共同语言 不少人就寝之后一觉醒来 发现会流口水 中医师指出临床 发现很多民众偏爱吃瓜果类食物 跟冰疗手摇的茶饮跟冰品 导致唾液会变多 您是否感觉到唾液分泌过多 其实唾液分泌不只是在进食吞咽时增加 若自觉口腔内唾液不断分泌 和需要吞咽口水 医师认为唾液分泌过多 可牵涉到不少问题 像是口腔牙龈卫生 牙齿位置形态 唾液腺过度受刺激 例如唾液腺发炎或肿瘤 或神经调节 脑部功能 胃肠疾病问题 也有可能服用药物后出现唾液变多状况 最近好像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很容易流口水 了解 那最近有没有吃到哪些东西呢 最近可能天气比较热 所以常吃一些比较冰冷的食物 然后又喜欢在晚上吃很甜的水果 今年55岁张小姐非常喜欢吃瓜果类食物 冰凉手摇茶饮和冰瓶等 导致唾液变多 晚上睡觉时容易流口水 真的有点吓一跳的感觉 竟然是因为吃冰冷的关系 所以导致晚上睡觉会流口水 过去其实流口水没有特别在意 夏天如果吃太多含量饮食 我们皮肤阳气受损就会出现消化不良 口水分泌量增加 如果我们是一个测睡的一个情况的话 可能会让我们的脸颊 两边或者是单边 就会比较容易有一个感染或过敏 然后就是类似产生一个青春痘的一个情况 所以一般来说 这样的治疗的话 中医可能会搭配有中药或者是针灸的部分 那中药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会用一些比较温阳补气 那从我们的脾胃还有肾的部分来 做一个处理的重点 一般健康人口水变多 最常见的原因是饮食 有时候吃到比较酸或比较辣的食物 容易刺激 唾液分泌 如果排除了饮食的因素 有三个面向是需要考量的 常见的是肠胃的问题 那中医大分类为两类 口水稀稀稀稀的以寒 虚寒症为多 例如爱吃冷饮 大病酒病后怕冷 术后服用止痛药 抗生素等两性的药物 那中医可以用温皮胃氧气的药 助养温化水饮而收眼 例如李中汤等 如果年纪大的长者 半夜停尿尿量多怕冷 腰吸无力 那就需要加入温胜养的药 例如腹子李中汤 口水分泌过多 或者是一个多拓情况 排除了胃酸逆流 拓液腺发炎 中风等脑部病变问题 造成的吞咽困难之外 从中医角度来看 常见大概可以分为 脾胃功能比较虚 身体过于寒冷 当然也有可能两种情况 同时合并 那一般来说 目前最主要的成因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包含饮食习惯的部分 那可能是因为 手药杯比较多 或者是一些生冷的东西 也比较多 那这些东西进到我们的肠胃道之后呢 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循环 比较差的一个情况 那中医认为有寒或者是有一个虚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的这些口水就会比较止不住 就会有比较多冒出来的情况 那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有些情况之下 在我们睡觉的时候 口水分泌比较多 那可能就会流出来的情况 那沾湿我们的枕头 口水黏黏的 中医会觉得是湿热欲增 例如胃食到逆流的人 逆流的胃衣会刺激口腔脱液分泌 为什么胃酸会逆流 中医的治疗就要去找出源头的病因病激 像现在天气炎热 大家喜欢喝冰冷的手摇引或刮果 我们的脾胃阳气受到抑制 胃气无法顺利降气 喷门的闭合受到影响 或使到的循环效率下降 都有可能导致胃酸往上逆流 那使到清除胃酸的效率降低 如此一来就可能导致胃酸往上逆流 后次急到脱液的分泌 出现口水过多的状况 口水太多排除了胃酸逆流 中风等脑病变问题 造成的吞咽困难之外 常常出现在肾阳虚脾胃含虚的体质 同时还会合并其他症状 像是晕眩 腹泻 心计 胸闷 心律不整等 使身体虚弱的警讯 务必提高警觉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